作曲 李宗盛 无谓字眼说得很振作 流着热血为了暖爱勇敢 伤手总会斗争 要找一个什么心喪忍 情恶痴够无预计水深 必先撞沙 不求热恋只想温暖 犹豫还心愈 为何为你狗想得很远 舌头的片伸舌 不求热恋只想温暖 如还能许愿 我都不再寄望 不必再得远 天光在打树 越勇变越错 仿佛吃更多 要看见更多 伤口会伤过 越用力越错 因消失更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鳳, 你是金色衣裙吗? 刚刚帮你洗了 我忘了摘发帐 收了你的梳妆桌 吃得到饭了吗?想饿死人吗? 吃得了 阿娘, 你帮我带到全头都是发帐 像箭珠般, 会不会太誇張? 多插两尺发帐有多少, 漂亮的嘛 还有这些呢? 三个戒指, 六个手眼 加上头色耳環, 都一根重 你还叫我走廉花步 到时候什么仪态都没了 这次你见包公子成终守抚的儿子 当然要曬牌照 被人觉得我们门当戶对 才看得你上眼, 对吗? 今天有这么多富家小姐去 人家也不知道会不会留意我 你是娘生的, 你看娘的样子 是不是很有信心呢? 我说你一出场那些融资族粉 立刻走到一旁了 如果我可以像娘你那样, 不害羞 我想我早就跟包公子交朋友了 如果她真的要包家的媳妇 不断包你的手指, 留一点点来给我 是谁都会打架的, 不用忧 娘, 稍後你打马钓 回来说好事就让我看看, 知道吗? 打马钓? 你上次不是说输了钱吗? 你现在还哪有钱赌的? 你爹还有很多古董 你又拿古董去当, 然后拿假东西 回来换吗? 不要这么大声 我免得被尖鱼听得麻烦了 这次不换, 我免得浪费时间 把假东西拿回来, 隨便打算了 娘, 你不要再赌了 最多这样吧, 这次打小一点 我避烟会算了 避烟 避烟 你又干什么?鬼鬼祟祟的 儿女, 早安, 我妹, 早安 姐姐, 早安 你收藏什么在后面 没事 这只手, 还说没有? 儿女, 这个被尖鱼是爹最喜欢的古董 你不能拿去的 你以为我拿来做什么? 我答应董太让你捐上一下 是不是这样也要问过你? 娘, 算了, 姐姐都为你好 不是, 真的不能拿出去的 你就是管我这么说的 虽然我不是你亲生的娘 但我藏我藏着都是父母 现在你爹出了门, 我就是一家之主 我还没来管你, 你管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娘, 你也不敢 我不吃早饭了, 我要出去 真的不行, 你听我说, 二娘 走开, 你又生了 真的不行, 你走开 真的不行, 二娘, 二娘 走开, 三娘, 今天这些菜怎么买 彩虹, 算你十筒钱一斤 菜这么老, 怪不得没人光顾 我帮你炸一炸它 搞定 菜是漂亮了, 不过没了一大小 你买十五钱一斤就在那里 我帮你很快就买了 那倒是, 好, 谢谢 你刚才说我十钱一斤 那我要两斤呢 鸡叔, 有没有留一只鵝给我 一早选定, 等你来拿 真的要五斤, 很胖 多少钱 五十钱 平时你这么省 但每次当你爹跑到码头回来 你一定是准备一只肥鸭来孝敬他 他常常在外面瓶瓶瓶瓶 孝敬他应该的, 谢谢 哥哥, 我的风筋挂在树上 我去年了, 可不可以帮我盛班吗 娘说做人应该要互相帮忙 不过我现在要送饼给人 哥哥, 求求你, 哥哥 帮我们盛班, 哥哥, 求求你, 哥哥 好吧, 孩子应该要帮忙 真是很高, 再琴上去会打死我的 趁个傻仔爬上去, 我们快点吃完 你们干嘛吃我的饼 小孩, 偷人家的东西, 站住 这么小的人偷东西 信不信我带你们见家长 不要呀 姐姐, 我们不敢了 姐姐, 很害怕 这里这么高, 我拿不回来 这么大的人都害怕? 她是小口蘇老板娘的儿子 她是傻子 傻子的你们就欺负人了 不用怕, 我扶你下来 是吗? 麻烦你, 姐姐, 麻烦你 以后别人叫你干什么都干什么 被人弄壞都不知道 我打算帮他们撿紙 谁知道他们偷我的饼 总之以后别太容易相信人 不然自己吃虧 麻烦你, 姐姐, 麻烦你… 不客气 我和我呢 姐姐, 我请你吃饼 放手, 你不要吃我 你请你吃饼 姐姐, 你要了饼 我多谢你 你小心, 我请你去饼 你一定要吃饼 我真的多虧你不少了 我帮你保住饼, 我自己摸了一只饼 对不起 要不就这样吧, 我送饼给你吧 要不然我不安心, 你要去吧 行了…要了, 我都安心了 多谢你, 姐姐 就这样 姐姐, 你这么好的人帮 我明天一定帮回你 回家吧 再见 你走吧… 是啊 你都暈倒了, 我去假爺檔 不是, 老闆 這個鼻烟會是明朝的精科 你會不會看錯 是明記江雅, 旁邊當然是明記做的 你當我阿旺嗎?傻瓜 走吧… 誰是阿旺 凌夫人, 凌夫人 凌夫人, 最近這麼純粹 沒錢打馬吊了就出聲了 是啊 不用我借給你 不過最重要是不要還假的就行了 是呀 你打得這麼小, 我沒興趣 沒興趣 你平時接對金 要師傅女兒當然是想法 我買人接, 慢慢就炮死你 借問你有沒有見到我兒子阿黃 這位街坊, 我見到我兒子 不知道是誰你兒子 你有沒有見到我兒子阿黃 你有沒有見到我兒子阿黃 凌夫人, 你有沒有見到我兒子 米豬蓮, 你不是住在旁邊 十幾年沒見到嗎 你還認得我嗎 你別說這麼多了 你有沒有見到我兒子 嚇得我, 你兒子失蹤那麼久 你益子成行傻了那麼久 總是只顧著找兒子的 你傻, 我還沒傻 你別以為我忘了 你們凌家跟我們丁家有婚約 你認錯人了 甚麼認錯, 你是柳雙雙 當年你簽子答應把你女兒 嫁給我兒子 這筆我不跟你計劃 我現在先找兒子 是呀, 你找兒子算了 一中十幾年, 要找歸期 想當年那隻官債出來 真是打遍天下無敵手 兩隻後腳斷了 一樣打贏寧老爺那隻金包袍 說得沒有, 贏了五十兩 又沒那麼厲害 甚麼… 蜜叔, 你說來講 我已經是十幾年前的事了 你當然是跟著說 老婆不見了兒子, 益子成堂 要他擔給成頭家 連桌子也沒得鬥了, 是嗎 當然知道我老婆找兒子了 病都好了 店舖又被他搞好了 我還不還出江 老婆, 不好意思, 各位 你慢慢坐, 又要做 這裡很小 坐那邊 是呀…我們坐那邊坐 再說兩碗吧 不打了… 小小的 不玩了 真是… 只顧著玩, 不用理你兒子了 老婆 我叫你去送餅, 你是不是點了我王去 不, 我想讓他學習自立 別說你想把他賣掉 兒子有甚麼事, 你知死了 對了, 這條路回家了 先把屁股放好 待會兒氣死人就糟了 哥哥, 你幹甚麼 你是不是又掉了一招 進去要求命去收拾 你別吵, 我的貓走了進去 你這樣會嚇跑的, 知道嗎 我幫你 你這個臭小子, 把沙子撞上 哥哥, 你不捉這隻貓了? 他去哪裡? 你這個臭小子, 你把沙子撞上去 你把沙子撞上去, 你有沒有搞錯 我沒有裝你, 我幫他裝貓 你還說沒有?你別走 我拉你去報官 我一個人去 你幹甚麼?你手指指 你兒子是傻的, 裝我去洗澡 不是…我幫哥哥劇播媽媽去捉貓 他出來說我裝他去洗澡 聽到沒有?與我兒子無關 他被人騙的 還有, 我兒子不是傻, 是單純 走… 走… 別走… 那他就走嗎?我不是很吃虧 你吃虧?你知不知道我真是青頭仔 報官一扮, 不知道醜 別搶了…沒人客人買半搭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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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娘, 你回來適合了 這些爐餅差不多賣光了 現在等你開麵粉 行了, 來吧… 老闆娘, 我開麵粉 我還要吐司 你們知道規矩的 好, 我們回到後面 先回去吧 來吧 還有你 不是吧, 兒子看得我都不看得 誰叫你喜歡吹水 免得你口疏, 一個不小心 把我笑口鬆的秘訣洩漏了出去 乖, 走…聽話… 乖, 走…聽話… 別裝了, 別偷看了 阿倫, 為何你要把牛肉放進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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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才會比較香, 鬆化一點 一斤麵粉就放十八片牛肉 不可以多不可以少 這些就是笑口鬆的秘訣 知道 但你千萬不能告訴別人 要不然阿娘就沒有生意做的了 那我爹算不算是人呢 他是人, 但他是一個口疏的人 連距離也不可以說的 知道 阿倫, 阿倫, 回來了? 是呀 他樣子這麼高興 今天和寶公子有進展 算是這樣的 我今天和他聊了幾句話 這就算是有進展 既然他請你喝杯茶 你不是以為是定情 這次怎麼樣?我稱讚的手指漂亮 他又送一幅物寶給我, 你看 他的手指挺漂亮 他又說人窮不要緊, 最重要是有志氣 將來一定會出人頭地的 這個包公子為人不似自己好 你說得他這麼好 我也希望你和他有好結果 那你知不知道我今天 給你做的結果是怎麼樣? 阿娘, 給你做的結果是假的 你是不是有心要在人面前出醜 二娘, 我叫了你不要拿出去 誰知道你是阿斌叫狗, 越叫越走 那就是人家說要先換了 他就這麼說了 真的有這麼可能的二娘 早前你把這麼多假的古董 放在假上面 會不會你自己換了, 你忘記了 你現在哪有眼見我放在假上面 你不知道那些是假的 爹老花說看不到而已 我不說不代表我不知道 你是尖嘴雞, 你真是牙尖嘴 娘…算了, 我們去開飯吧 這些是你做的嗎? 你是大家閨秀嘛 這些粗重的事, 讓下人來做就對了 開工採碟, 你們去哪裡了? 我回來了 我爹回來了, 我開飯了 我出去照, 爹 怎麼樣?禮物合不合心水? 很漂亮, 爹 謝謝老爺, 吃飯了 吃飯… 好嗎?這人騙你的 爹, 你做買賣東盆西盆這麼辛苦 怎麼花這麼多錢呢? 你爹回心意, 你就收了它 你不喜歡那隻, 來, 二娘幫你換 不用了, 二娘 你那隻夠小的, 適合你大 夠手緊嘛 真是阿鳳知我的心意 看二娘夾個肥鵝給你吃 怎麼肥鵝變齋我? 不是事必你爹回來也會吃肥鵝嗎? 看來是你手緊一點 我看見鵝肥鵝就轉去吃鵝鵝 我也要買點燒肉 二娘, 你很久了, 來, 吃 你們哄來哄去, 不得你哄我了 一回到你, 見到一家人這麼相親相愛 做爹在外面就算辛苦一點也無所謂 吃飯… 吃飯 吃飯… 老闆娘 煮飯的粗糙東西等我來就行了 榮仔, 你在這裡打工這麼久 你也知道我這麼多年都沒照顧到兒子 現在難得為他煮飯 我天天下廚又怎麼玩 老闆娘, 我真是不得了 弄得我全身濕透了 現在是兒子洗澡還是你洗澡? 不是, 他在這裡滾水髮, 我濕不濕 別說太多了, 阿黃, 你肚餓吧 吃飯… 吃飯… 我以為是我喜歡吃的粗糙 是呀… 慢著…喝, 記得攝手筋 阿娘吃飯, 爹吃飯, 榮仔吃飯 昕少爺, 我是下人, 不用叫我了 阿娘說對人要有禮貌 對了, 阿黃, 為何你今天 送小合餅去張大媽那裡? 那小合餅呢?我送給一個姐姐 為何要送給姐姐? 姐姐好人, 我被人欺負 她出來救我, 我就送小合餅送給她 經常黏著姐姐 難怪被人說色情出外洗澡 沒有呀… 人家就是不相信兒子 你做爸爸也不相信? 雖然大夫說他這裡只有七、八歲 你看他牛高馬大, 比阿榮高, 整個大人 那又怎麼樣? 好命的, 做得是爸爸了 不如跟他娶老婆, 免得別人閒言閒語 不好了吧?他自己也搞不定自己 娶老婆回來就只會搞 搞, 爹, 什麼娶老婆回來撐搞? 你死不死, 什麼叫娶老婆都不知道 沒事了, 慢慢再說吧 他真的娶了回來就真的理不懂 兒子娶老婆是遲早的事 這些事你做爹的, 你有空就教他 我?笑口酥?笑口酥不是說剩下十幾年了嗎? 還買來吃? 話說回來, 吃下去有多甘香鬆脆 難道鹹魚翻山? 是嗎?你喜歡吃笑口酥嗎?爹 我明天再買給你吃吧 沒理由, 我今天看見笑口酥的老闆娘 還傻子找兒子, 她也傻了十幾年了 沒理由還會做餅的 不是, 她找兒子了, 難道因為這樣正常 她找兒子了嗎? 是呀, 不過兒子比較可憐 找那時候已經傻了 傻了? 傻了… 沒事吧? 沒事 娘, 怎麼這麼麻煩? 沒有, 我替我做的娘, 她慘了 傻了 爹 坐在房間 你心愛的鼻煙壺 為甚麼給我擠得這麼乾淨? 給我放一些薄荷鹽下去 一瘦, 冰冰涼 連那隻風濕腳也沒那麼鼻子 你的腳有鼻子嗎? 是不是這趟慢慢走得太多路? 不關事的, 老人當然是這樣 不是這裡就是那裡的 爹, 不如搞點小生意 那你就不用這麼貧薄 不算很貧薄 一天都是你爹, 沒本事 說說說, 遲同你親生媽媽死了之後 我就把這個家弄到家道中落 想請他回來照顧你 出沒錢, 只好找他田房回來 那算是托賴, 他也算是遲家有道 又對你多好 你剛才說, 搞甚麼生意? 你怎麼樣? 其實這麼多年來, 我一直都存了些錢 有個願望 希望可以租回應前阿娘的分方茶館來做 其實我們也要求三餐安穩 到時候你在茶館那裡打等 就不用東奔西跑了 阿鳳, 你真孝心, 這是好主意 不過我怕兒女兒不喜歡 一會兒又說你掛念阿娘 我又不是這樣看 他雖然是稻妒一點 但他喜歡出風頭 使用我們把茶館搞得威黃一點 厲害一點 他只剩下一個池頭和鑑 他就想不到 我還是這麼想 好, 我們父女倆就多拍攝 把茶館搞得好一點 比你死鬼媽媽以前更好 明天就去慶方巷談租店 順便買你最喜歡吃的小口酥 預祝我們開店成功 好 這裡是不是偷個圈? 是, 偷個圈 我記得, 接著再偷 是, 不用綁了, 行了 我不是沒有, 不用綁了 姐姐…你是不是來找我? 不是, 我來買小口酥 要一單, 麻煩你 小口酥?只剩下兩個 姐姐, 不如這樣吧 試我還是其他酥 皮蛋酥、杏仁酥也很漂亮 但我爹只喜歡吃小口酥 只剩下兩個也好, 你不要我拿 甚麼不要?兩個都殺了 謝謝六個銅錢 我出六十個銅錢 小爺, 六十個銅錢 富哥, 別哭了 你爹喜歡吃, 值得多貴 我來買的, 你以為有錢下了嗎 一個大洋 小爺, 一個大洋 我答應了賣給姐姐 五個大洋 人家都說賣給我了 十個大洋 老公, 算了, 是這位姑娘來的 是 小爺, 十個大洋等於我們店舖 三天的生意了 也不行, 三天的餅我們哪能做 你找叔叔 不如你三天學會來吧 算了, 富哥 算了 不好意思, 姑娘 那些餅你要 不行, 說了十個大洋 當然是十個大洋 來… 帝哥, 我要錢賣給姐姐 姐姐, 六個銅錢 都是你, 老闆 謝謝 那麼喜歡花錢 買了一間店舖一百元 你尖嘴計 算了, 富哥, 別吵了 走吧, 走吧 不好意思 我不是見叔叔喜歡吃 我不跟他爭的 算了, 富哥 就當養小鬼姑娘吧 最多我明天再來 便買給爹吃了 是 這位公子 我看你這麼有孝心 我把餅給你 你想賺我們五個大洋嗎 來 三個銅錢就行了 謝謝 但不要把餅給那些壞人吃 這個姑娘挺有趣的 有趣?牙尖嘴你真是 來, 翻興風吧 我不回去 我可以為阿軒有個聚會 麻煩你幫我拿個餅給爹 好, 謝謝 來吧 包公子 小心 凌姑娘 你今天又來參加支社聚會嗎 是啊 有個送風遇到你 對了 上次你不是送一封密寶給我嗎 那些字體 我真的越看越覺得很美味 你可否教我 你客氣而已 那些哪是什麼密寶 只是隨手寫的字貼而已 不如我們一邊走一邊說 好 容姑娘, 你扭傷了嗎 我沒事的, 我可以的 這樣不行 扭傷不立刻理她 手尾很長 如果你不介意的話 不如去我辦公的地方 我幫你把藥拿走 麻煩你, 不好意思 別客氣了 來, 走吧 謝謝 謝謝 乾杯 麻煩你 你們經理這麼久還沒回來 請姑娘多坐一會兒 我們經理就回來了 就說就到了 經理, 這位姑娘是來談租約的 原來是你, 尖嘴雞 我們興風行, 有很多店 不知道你想租哪一間 是以前芬芳茶館那間 我看你們一直都丟空了 只是用來做貨倉 我想看看你可否用一個便宜的價錢租給我 好, 我看你剛才撐得這麼行 這樣吧, 不打不相識 我給你一個優惠 每個月五十個大洋 五十個大洋? 你真是會開玩笑 這樣賺起來也不夠交租 是呀, 很遺難你 太遺難就不好租 羅先生… 我叫你, 你好, 你好 行了, 應一手, 坐… 阿立 是 拿羅先生的雲頂芭蕉咪貨品來 好 羅先生, 最近生意怎麼樣? 托賴, 過得她這樣 經理, 我真的很需要這間店 你當幫幫忙, 便宜一點租給我 總之一口價你租就租不租 別妨礙我做生意 經理 高哥 羅先生, 你的雲頂芭蕉咪 不錯 是呀, 上等貨 不是呀, 這間店都是芭蕉咪 不是雲頂品種 是呀 你真是說我賣假貨 你租不到這間店別在這裡搞事 我提醒你, 如果你比賽人之後才發現 你豈不是賺壞招牌 你這個瀬嘴雞 經理, 我們搞錯了 這輩子才是呀 你們真是要謝謝這位姑娘提醒才對 姐姐, 你怎麼會在這裡 妹妹, 你在這裡 你認識她幹甚麼 沒有, 我剛才扭傷了 包公子來扶我出藥酒的 這位是包公子 原來你們是兩姐妹 不好意思, 先替我和哥誤會你 不要緊 羅先生, 我們進去去談合約 好… 先去坐吧 我拿著藥酒給你 謝謝你 兒子 不用拿著藥酒 不用拿著開心的運 別笑人 拿著藥酒也快點走 你拿著這隻, 看看好不好 好一點 我叫姐姐扶我回去拿著 謝謝你 別客氣 那我先替你回去 我先走了, 包公子 慢慢走 再見 再見 看見誰 小妹妹 是姐姐 她沾著去街上 矯口兼慘手 你沒那麼容易對付她 是不是人家比你頂撞 對人有見見 只要是你自己喜歡 坐完起行, 出去追吧 貿貿然去找人嗎 找藉口而已 他小妹弄傷了你腳 再送藥, 登門拜訪 開電話, 包公子來找你 包公子 不好意思… 零姑娘, 你知道她的見點嗎 我們店裡來了一隻新藥 我特地拿來給你敷一下 看看會不會好一點 要你特地來, 那怎麼好意思 不要緊 零姑娘, 你今天去慶豐行 我聽他們說是為了租芬芳茶館的舊店 是呀, 可惜你那位堂雅哥開天殺假 五十個大洋穴租, 根本沒辦法租得起 是呀, 包公子, 其實我姐姐的心願 是想重開芬芳茶館的 你可不可以便宜一點租金 讓她還心願嗎 沒問題, 店舖雲店雕空了 便宜一點租給你又怎麼辦 一個月十個大約好不好 好呀…這樣說了就是了 明天來找我簽租的 真是麻煩你, 包公子 包公子, 你真是傻傻的 麻煩你 不用客氣, 不送大家了, 我先走了 我送你, 再見 再見 你看看, 我剛才一開箱叫她減租 她就肯減了 看來我心目中的份量也不輕 小心, 快要彈出來了 甚麼要彈出來了 娘, 剛才包公子來送藥給我 送完又送? 女兒, 這次你得米了 包公子分明想來見你 包公子對彩碟有意思嗎 還要問嗎?彩碟終於吊金歸世了 我遲些會飛黃騰達, 我們會發財 我會發財, 別人站著 沒事吧? 沒事 姐姐, 你們拿這麼多東西去哪裡? 去茶館搞清潔 搞什麼清潔? 髒了就搞清潔 我幫你搞清潔 不用了…你幹了… 姐姐, 你曾經幫過我 姐姐, 你很會喜歡你 你放手吧, 乖 我幫你搞了 放手…你不要了, 放手 不要跟著我 姐姐不是罵你, 知道你乖了 我趕時間, 芝芝幫 那是吧 是… 搞不好 這蛙豬不是斜斜? 臭小子, 你拿出來 不是你, 是斜斜的 臭小子, 拿來… 這斗蛙不是你, 是斜斜的 拿來呢 趕快來道 alde 拿來 拿來… 拿來… � Rising 拿着 拿出來, 拿出來, 拿出來 我吞到了 拿出來, 拿出來 我的手繩子呢?去了哪裡? 我吞了, 爹, 快點, 我吞了 你不是急得這麼緊張吧? 爹, 沒吞了, 怎麼才有吞了? 吃些生冷的東西就有吞了 這些算不算? 算了 黃, 別吃了 你怎麼搞的?菜生的你給他吃 你想他搞肚腸嗎? 這就對了, 他沒有吞吞嘛 娘, 我一定要吞, 但又吞不出了 你不用緊張 看來真的要跟他娶老婆 貼身照顧他才行 不是吧?沒有吞吞吞就娶老婆 我沒有吞吞就娶妾子 想創你 免得你說, 我就打桌了 娶老婆就有吞吞了, 阿倫 聽他發瘋了, 你不用怕 我替你藥財店買些肚瀉糖給你吃 包你吃完很快就能去茅廁了 我馬上去賣 你認識老婆嗎? 我知道 又說吃了又可以吞, 這麼久也沒有 應該有了吧 那顆珠寫被人撿了, 沒得靜 很痛 姐姐 姐姐…你是不是在玩粒朵? 你知道粒朵在哪裡? 你知道粒朵在哪裡?你快說吧 你在哪裡?快說給姐姐聽 我快點, 很重要的 乖… 媽媽, 你別吐了, 你說什麼? 姐姐姐, 粒朵對姐姐來說很重要 是我娘送給我的, 你知道嗎? 你明明, 你說吧 有人拿了姐姐的粒朵, 我跟著去拿 我就放在嘴裡, 放進去 我肚子痛, 我毛肚 這麼久?你還行嗎? 行了 怎麼樣? 有沒有? 走開, 這個很臭 有沒有? 不是這顆 是呀… 但是…你還沒吐出來嗎? 放心吧, 裡面有桶水 我養得很乾淨, 沒味道了 總算是失而復得 阿寶, 請問, 給你 你脫褲褲嗎? 我們還在我裡面而脫褲嗎? 我不是脫褲, 我在休褲而已 爹…他們是小叔的小冬, 先走吧 你敢到整個世界 姐姐, 剛才你爹怎麼這麼兇 沒事, 少少誤會 你怎麼了? 我到腳軟了, 我肚子很餓 你這麼苦心, 為了保住我的豬 弄成這樣, 我又沒頭車載你回去了 姐姐, 你買的饅頭很好吃 是呀, 你吃吃吧 不吃了…我都沒瘋到腳軟 謝謝你 姐姐, 娘說你幫我娶老婆 不叫娶老婆 娶老婆… 說你也不明白 說呀… 說呀… 怕了你…說… 娶老婆… 娶老婆不就是… 找我姐姐回家跟你一起住一起玩 玩什麼呢? 玩什麼呢? 那…她是你老婆, 你喜歡玩什麼就玩什麼 這樣?老婆會不會像姐姐那樣好人 好, 比姐姐一百歲好 嫁了你真是前世 好, 娶老婆, 娶老婆… 你別動, 娶老婆, 娶老婆 你不要妄想我一點吧 娶老婆, 娶老婆, 娶老婆 娶老婆, 娶老婆, 娶老婆 你怎麼樣? 再玩一次吧 你這麼精神, 不用送你回去吧 打他… 打他… 你認真了不起 娶老婆, 娶老婆, 你怎麼這麼威武呢 在哪裡買的 娶本身不重要 最重要就是調教他那個人 你這麼聰明 你把自己的兒子也說好了 你不是嘉莉村的令老爺 你知不知道你兒子剛才做了什麼 什麼 在我女兒面前吹過 這麼能幹 這臭小子吹吹居, 別吹就吹 吹什麼, 我親眼睛知道 如果不是喝著 他可能還有進一步行動 不是吧 聰叔, 你兒子這麼色情 上次說裝人家洗澡 這次是在人面前脫褲 你以為下次會… 他傻的 他傻的, 你不傻吧 你要看著他 不是了…聰叔 我看怕你要跟兒子娶老婆才行 聰叔…還有一個方法 打他去兒童院 是呀 你們說說說說說說說 不然跟你們說, 走吧 聰叔, 我不去 聰叔, 我還沒說完 幹什麼 你聽著, 如果你傻子再搞我女兒 我就不放過你 為甚麼你不放過我 為甚麼你放過他 因為你沒有打架 爹, 甚麼事 我要他以後看著那個傻子 不要再搞你 你誤會了, 其實他來借茅廁 聽到沒有?不是大聲就行了 阿朗, 甚麼事這麼開心 我和姐姐玩, 玩得很難看 姐姐找我吃饅頭, 真好人 姐姐… 常常貼著那個姐姐 明明知道是被人說你很可愛 為甚麼你這麼說她 你以為我想她嗎 人家說她在大姑娘面前脫褲 不是呀, 我要去茅廁 家裡沒有茅廁嗎? 人家的茅廁比較香 這次被人說是裝洗澡 那次被人說在姐姐面前脫褲 我都不知道甚麼時候被人說你非禮 我睡覺 說你睡覺, 日光日白都是這樣 你這麼說她, 很傷心她 人家說你就相信, 你是她爹 我們的兒子這麼單純 我不相信他會做這件事 我相信沒用的, 要別人相信才行 剛才我去茅廁居 不斷被人罵也不知道有多面目 說到底, 你只是嫌兒子失禮你 我沒有嫌, 雖然阿旺沒心 但人家不是這麼想的 經常被人說好可愛, 挺容易才行 不是啦, 不如跟她娶老婆 貼身跟著她吧 好, 當然好, 有人肯嫁她才行 有了… 是朱白怪來的? 甚麼?那個小女兒也不知道多可愛 還沒經年要坐牢 你聽我說, 十幾年前 隔離村寧老爺的老婆柳雙雙 他賭輸了, 欠了我五百兩 我看他牽著那個女兒, 很脆智的 我跟他簽了一紙分書 說等他女兒長大了之後 就嫁給我們阿黃 這麼大件事都沒聽你提過的 我看他簽了分書 不久, 阿黃又失蹤了 我又病得溫溫彈彈的 就沒跟你說了 現在找回兒子了 你老爺的女兒 剛才我在翠水谷門口見過 生得挺漂亮的 你有沒有看清楚 當然是看清楚, 高高瘦瘦 如果你說阿黃被他拖子 包無奈拖 事不宜遲, 我馬上去凌家向他提親 有沒有人? 對了… 傻婆, 你在這裡幹甚麼? 你真傻, 我也不知道康復多久 我特地來找你提親的 提親?我都不知道你在說甚麼 你忘記了嗎? 十幾年前你拖著那個女兒 在賭檔賭輸了欠債 我看你要生要死, 好心幫你還債 條件是要你把那個女兒嫁給我兒子 這些說不定是你瘋的時候幻想出來的 你真是死性不改, 這樣你也想抵賴嗎 幸好當年我們簽的那份婚約 現在還在這裡 上面打了手印 寫明你因為賭輸了欠債 要把你的女兒許配給我兒子 以作抵償 現在你兒子瘋了, 你叫女兒怎麼嫁他? 誰是瘋?他都知道多好兒子 而且婚約也沒說明傻不娶你女兒 我兒子就要娶你女兒了 那我早就還錢給你了 對不起, 我不是要你的錢 我是想我兒子娶老婆 這樣吧, 你如果不肯履行婚約 你就是逼我告到她的官府 這是什麼官府? 萬事有商量, 我們也有商量的 不用商量了, 拼書就在這裡 過幾天就十五了 到時候我找個招呼來接你女兒過門 你準備一下吧 十五?十五這麼快? 真可憐, 難道你真的要教個傻子? 姐姐… 姐姐 你來幹什麼? 我有東西給你, 你看 你把繩子拿給我, 我不要了 謝謝 不是那條, 我走了很遠很遠的地方 我剛才買到那條一模一樣 謝謝 姐姐, 你不如綁上一顆豬去 帶上手去看看是不是一模一樣 不用了, 姐姐很忙, 你別妨礙我 不行, 我還是想看看是不是一模一樣 行… 我出門後很久了 我出門後很久了 我幫你 不用了, 我自己也去幫忙 我幫你忙, 你先坐下來吧 你坐下來? 我幫你忙, 我幫你忙 我又坐下來吧 我又坐下, 我幫你忙 我來幫你 姐姐, 你知不知道有個阿伯叫月老活 怎麼這樣問 阿倫說, 他說那個月老阿伯 把繩子綁在那個女生上 另一條繩子綁在那個男生上 那個女生就會做男生的老公 怎麼反過來說 是那個女生做男生的老婆 是呀, 好像是這樣的 姐姐, 我現在幫你綁了一條繩子 你會不會做我老婆? 阿倫, 我打架你試過你 姐姐, 你做我老婆吧 你若發現這方式手錄 無謂字眼說得很振作 流著熱血為了戀愛勇敢 雙手總會鬥爭 要找一個什麼心喪忍 情無刺勾 無預計水心 別仙中殺口 不求熱戀 只想溫暖 猶如壞心慾 為何為你久想得很遠 舌頭的片山雪 周圍